大家看,这个视频看了之后非常耐人寻味 看看这个金额到了什么程度,言辞合缝 这里边讲的是北京金雕真正的顶尖工业水平 看了之后真是大吃一惊啊 中国居然有如此之高的技术 可是我们接着往下来看,你就会知道了 再看,它不能把技术金额到这种程度 而且它还能在鸡蛋上金雕 看一看 可见技术之高 再往下看,它如梦方形 原来它所制造出的那个精美的产品 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来自外国的 什么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日本的等等 没有一样是中国造的 所以说看来看去,原来还是都是外国的技术 没有什么可吹嘘的 大家再看看这个 比如说什么高精尖的产品了 就连电风扇都能给造出这个样子来了 电风扇能唱歌 能吵架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视频还是比较客观的分析 就知道为什么高端的发动机全世界几乎99%的国家都要靠进口 因为这玩意别人就算给你涂直你都造不出来 为什么呢? 比如它要求哪个部位的螺丝颈度必须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颈度 否则由于高频度的震动 有可能这个发动机就得震得散加 还有就是它的那高温程度要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 那你说你怎么办? 首先你得有能力去生产这种超高精度的螺丝钉吧 那就得用到高端的机床 而这种高精度的机床全世界仅有每个日三国能生产 我跟你说就算你有这种大件的高端机床 当你生产出来这颗螺丝钉后 是不是还得有专门的测量仪器去测量它是否达到了千分之一的义差 而这种高精度的测量仪器还是生产不了 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耐高温技术 它需要你的螺丝钉从材料成分上去入手 我跟你说就算人家把里面要用到的几十上百种成分都告诉你 你照样还是生产不出来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配比的问题 比如这种成分放多了那它的耐高温达到要求了但是强度却下降 从而导致发动机刚运转几分钟它就换了 还有它里面的发动机压缩液片 为什么美国的战斗机大家都知道它们的使用寿命比中额都要差得多 就是因为它们的发动机叶片成分配比太先进 人家可能运行几千个小时也没一点问题 但是你的使用几百个小时就得大修一次发动机 很显然在这方面一直都是俄罗斯的文买 而我们最初批次的歼20还要从它们进口 我们也要31发动机 你就更别替咱们与美国的差距还得有多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比较不同战斗机的战斗力时 并不是只看鞋带的导弹和你身形 更关键的是你能不能独立自主地把它生产出来 毕竟打仗打的是消耗战也就是你的后勤估计 真到了战事别人肯定给你卡脖子 那你还能不能快速地补充武器弹药 所以这才是我们未来几十年要把经济重心 回归到实业上来的主要领域 有的人总说咱们有了电磁弹射的003航母之后 终于快赶上美国 我跟你说不是扩冷水 就算我们有了核动力航母之后 还是与他们差着十万八千 但这个距离并不是差在航母的战斗能力上 而是加工制造与破勤的普及上 看似咱们现在航母上的舰载机 拦组所和甲板用到的特种钢等关键技术 都能独立自主地生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要生产这些部件 得用到一个叫机床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掌握的机床技术 绝大部分都是普通机床 也就是对它的精度没什么太大要求 但是涉及到生产航母燃气轮机 这种高精度要求的机床 我们在技术上是欠缺的 而你要进口的话 别人当然不会把最先进的卖力 所以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可想而知跟人家比还是有很大差距 为什么美德日三国的军事实力一向都很强 主要是机床这个领域一直被他们长期垄断着 美国最早是在1952年成功开发出了 世界上第一台术控机床 所以连带着它的汽车 飞机 军舰等产业也得到了高速发展 德国也于1958年研制了自己的第一台术控机床 从此西门子术控机床在全世界疯狂抢占了市场 日本这个国家一向是门声发大才特别有战略营光 看到谁家有他们就偷偷地学技术然后再创新 所以后来他们的山崎马扎克 三菱重工和东芝等公司在技术上都获得了突破 到了80年代后期连美国都开始从他们进口高精度机床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早早地在90年代 就服役了NF-22人身战斗机 和10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德国的报式坦克更是遍布整个欧洲各国 就连日本这么个小岛国 还能建造出世界先进的苍农集合建筑 主要是它的螺旋桨加工得用到特别高精度的机床生产 才能使其噪音很低 可以说一切先进的武器装备都离不开高精度的疏控机床 表面上003航母采用电磁弹射看起来根付特技差不多 但实际上里边的好多内核技术与生产 和使用上百年航母的美国依然不在一个层级 好 好